一世纪起千层浪,昨天一条轮纳的要求交易的消息,迅速刷爆NBA球迷圈,也让联盟诸多金领人闻到了机会的味道, 特别是胡元、快船、凯尔特人以及费城西十六人这几支球队,当然,除了这几支球队之外,还有别的球队垂涎于伦纳德的天赋与能力,比如说太阳队,北京时间6月17日,美国记者Covino Conner的报道,已经有多位联盟消息人士透露,预计太阳总经理莱恩·麦克多诺会用今年的壮心来向马次寻驾科华伦纳德, 联盟消息人士感觉太阳未必会用他们的撞签来摘走亚历方那大雪的德安德烈爱盾,因为太阳向下交易撞签的话会得到很不错的回报,并且交易掉撞签,也会得到不错的回报,对于马次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首先,马次一向缺少身体天赋,那些也只有爱的一个人苦苦支撑,大家索尔实在有些老了, 如果能从太阳换来爱盾,可以迅速改变这些局面,在随时伦纳德的情况下迅速完成球队重建,模糊得好的话,明年还能打进季后赛,最最重要的,别忘记马次上次用撞签选中的是谁,一个邓肯让马次新生了二十年,现在,另一个邓肯的模子就摆在眼前, 太阳的这支撞签是他们球队历史上第一次抽中撞签,他们将知识若珍宝,考虑到今年也算是选秀大年,准撞爱盾先赋一饼,不少人觉得用爱盾交易轮,闹得有些不值得, 但是,有一点要考虑到,太阳队已经连线多年没进过季后赛了,管理层也一直顶着很大的压力,在强队如林,巨星抱团的西部,队中这一众潜力难不可,杰克逊的所能带来的改变有限,指望着他们带队进季后赛,还不知道了要等到什么时候, 这个时候,你借伦纳德这样成名的巨星,也是无可厚非的,一方面增加球队实力,再不计也能提高票房,眼下看来,伦纳德的离开已经没法改变了,在此前提下,马次队一定会想办法获得尽可能多的筹码,况且伦纳德与马次还有一年的合同待执行,所以不着急出手,实在不行留着明年也行, 不过对马次不利的是伦纳德的,已经明确想到洛杉矶打球,尤其是湖人队,这可能给其他想通过交易,得到他的其他城市球队很多顾虑,如果伦纳德不愿意施约的话,则意味着花大筹码,只换来他一年的使用权,太不划算,近代交易发生